今天好戰機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台算是會場限定版 也算是抽抽了的版本 TOMICA汽車編號是F15的會場限定版的香港雙層巴士 可以看到它有點刮傷 這應該是香港的某種會場限定版 那它其實細節非常非常的多 它是由之前編號幾號的TOMICA汽車去做修改的 然後是1977年的車底 然後可以看到這邊有TOMICA兩個小人的標誌 其他兩個小人的標誌是有進化的 你像這個版本是 注意看這邊是有那個小人的 這裡有兩個小人的標誌 現在好像沒有 我好像沒有去注意看 那車底是這樣子 那側面是這樣子 然後可以看到這吊氣的地方很多 然後什麼像這邊有什麼雙層巴士 然後多美車 空氣調節 代表它裡面是有冷氣的 然後這邊有無人售票車 所以它是單人操作的 正面是這樣子 側面是這樣子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這邊有一個九龍巴士 人家說是九龍巴士的logo 那這邊是一個龍的形狀 後面是這樣子 然後這邊是它的行程路線 它去一個叫做香港山頂的地方 然後我有去查 山頂算得上是香港滿有錢人去住的一個 它本身是個觀光景點 現在也有攬車 那以前住 以前住的我不知道 但現在如果住在 如果說它住在 香港山頂的人 應該基本上都是滿有錢的人 有點像我們現在這邊 我們講的那種 說你現在住在陽明山那種感覺 大概是這樣 算是一個個人細節 覺得滿有趣的一款 然後這邊有個龍的標誌 前面車頭這樣 完全 那它會做這台車款的 顏色造型 它其實還滿講究的 然後它是說 這是所謂的1933年的九龍巴士 然後以前為什麼會有巴士 是因為香港很多地方 所謂的香港島 我們講的香港島 是有很多所謂的電車行駛 但是所謂的山頂 對就是山頂 到那個香港的哪邊 我沒有查到 是沒有所謂的電車系統的 所以你必須坐巴士 然後以前所謂的巴士 還是單層的 單層的 所以一直到1949年才出現了 本人現在手上拿到的這一款 1949年的開始 才出現了所謂的雙層巴士 然後叫做九龍巴士 還滿有趣的 然後後來 在九龍巴士後 在1971年 又 那什麼 又因為那個 那叫什麼 又開始改動 基本上就是 以前有專利 基本上 我們講的肥缺 滿有趣的 車面這樣子 然後這邊 這個龍 幸好這個龍的標誌 還算清楚 但這邊上面有點刮漆 我覺得可以 然後這邊空氣調節 無人說到車頭 車頭這樣 滿有趣的 算是本人 簡單 我覺得還滿有趣 我很想分享給大家看的一個車款 因為這一款的車款 我真的 好像都沒有看到我人在分享 唯一看到了一個 我到現在還沒查到它是第幾年的限定車款 後面 三點 去香港的三點 滿有趣的 這一款算是本人撿到一個滿有趣的 然後它車子是有懸吊系統 好像這個 好像本人 這一次拿到的這個都有懸吊系統 還不錯 那要去的 香港的九龍巴士啊